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每月固定的燃油补贴 不过国门政府掌权之后 如今并不打算落实前朝政府的这项计划 那更多的详情 马上连线人在国会大厦现场的记者谭凯倩 凯倩请说 是的 主播 那么前朝西蒙政府在执政期间 曾经表示要落实这个燃油补贴计划 为我国这些符合资格的低收入群体 提供每个月固定的燃油补贴 并且会以现金的方式 把这些补贴汇入他们的银行户头 不过在这个政权更跌之后 这个计划就一直的搁置 不过政府最近就有了最新的决定 贸校部副部长拿督罗索华西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就表示说 贸校部和财政部在这个月9号召开会议后 做出了两项决定 也就是第一 不落实燃油补贴计划 并且将会准备内阁备忘录 以表明内阁对此的立场 那么罗索华西就表示说 政府决定不落实这项计划 主要是两个原因 我们来听听看 在下议院一会听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罗索华西就表示说 在这项计划下受贿的M40群体 必须在添油的时候出示这个燃油补贴卡 才能享有这个折扣优惠的 不过这项做法却让人民质疑 这个是否会形成滥用的问题 那么针对许多年轻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 而且许多人都选择从事这个电子造车服务来谋生 那么政府又如何确保能够在燃油计划下 燃油补贴下协助这些年轻人呢 那么副部长就重申说 政府不打算继续落实燃油补贴计划 不过可能会探讨用其他的方式 来协助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的 那么另一方面 针对1200令吉最低薪金政策不明朗呢 人力部副部长阿旺哈欣就表示说 目前我国全国有56个主要城市 是已经落实这个1200令吉的最低薪金 那么人力部呢 将会研究在全国所有的地区 统一的落实1200令吉的最低薪金政策的 那么内阁已经批准了 人力部将修整法令并带上国会讨论 希望在这届国会呢 能够通过1200令吉最低薪金的 好的 以上是我在国会现场 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现在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 彭内主播佳荣 好 谢谢凯倩 从国会大厦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SRC案的判决消息 前首相达兔斯尔纳吉 七项控罪罪程之后呢 他只愿对判决感到失望 但是依然乐观地说 这并非世界末日 他坚信自己无辜 希望尽快地提成上诉申请 无论是他或他的辩护律师 都对上诉感到乐观 因为他们相信掌握了有利理据 能够洗脱罪名讨回清白 前首相达兔斯尔纳吉 被控七项涉及SRC公司 4200万令吉资金的三项刑事失信 一项滥权及三项洗黑钱控状 全部罪名成立 判监12年合罚款2亿1000万令吉 判决出炉后 纳吉昨晚8点在法庭范围召开 记者会表示 他将尽快提成上诉申请 他说法官在判决前允许他发言 他当时除了重申自己 在位首相九年来的政绩 也强调自己没有策谋 收取4200万令吉 然后第二 saya telah mengulangi sumpah saya yang ini Allahi wa billahi wa taullahi bahawa saya tidak meminta maupun saya telah ditawarkan ataupun dalam perintahuan saya tentang duit 42 juta yang dikatakan masuk dalam akaun saya 那吉表示 自己保持 正面心态 坚信 自己无辜 也表示 判决出炉这一天 不是世界末日 他会通过上诉 逃回清白 saya tentu tak buat sati dengan Kupisan saya hanya tekan tadi tapi dalam sistem kita mahkamah tinggi adalah mahkamah yang pertama dan Kupisan ini di buat oleh seorang hakim sati kita ada benefit untuk buat raiwan diperlengkan mahkamah raiwan diperlengkan mahkamah raiwan ada diperlengkan diperlengkan 无论如何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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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自己很期待上诉过程 他表示 法官的判词出现无心失误 因为没有将刑事法套用在此案 似乎是套用更多民事概念 SRC案的主控官拿督西坦巴兰预测 该案件如果上诉到联邦法院 上诉停程序大约四五个月 联邦法院则再来个四五个月 整个程序或耗时大约一年时间 昨晚深夜十二点左右 纳吉也在脸书感性发长文 坦言没想到自己没有掌权后 依然获得人民支持和真诚的友情 他坦言洗清罪名之路还很漫长 但贴文最后依然强调他要获得公正 另一方面 首相丹斯林慕尤丁出行各界 相信高婷对于前首相纳吉的案件的判决 强调我国司法机构是不受干预的独立机构 慕尤丁发文告知 了解盟党同志对于高婷裁决的所有感受 但是他强调国盟是遵从法治的政府 因此尊重高婷的裁决 他同时表明政府尊重纳吉对判决的上诉权利 也呼吁各界给予司法程序一些空间 以确保正义获得伸张 高婷昨天采定纳吉在SRC案件的七项滥权 失信和洗黑前罪名成立 面临监禁和罚款的刑罚 多岁以纳吉成为我国史上第一位被判罪的前首相 但是在上诉期间 他将保住国会议员的资格 时事评论员洪伟祥就认为 绿数执政党的纳吉被判刑 巫统内部很有可能会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有不满的声浪 但是有罪的判决 却让慕尤丁的形象加分不少 让他能够紧抓着司法独立的旗帜 处于尽可攻退可守的绝好形式 吉隆坡高庭宣判那级七项控罪罪程 按照法律只要罚款不低于两千令吉 或监禁超过一年 就会丧失一元资格 本身也是职业律师的洪伟祥解释 纳吉还有两次上诉机会 能够一直上诉到联邦法院 相信一年内就能得出最终结果 上诉过程中 他并不会上失一元资格 但却无法参选 就是上诉还在审理 上诉庭还没有判他洗清罪名之前 还没有判的时候 他是不符合竞选资格的 这个也是在48条 bracket 5之下的条文 所以只要你被判有罪 你马上就丧失再来借大选竞选的资格 除非你在大选提名日 当天或之前 你洗清了自己的罪名 虽然纳吉是开国以来 第一位背叛刑事罪程的前首相 但纵观政坛 过去也有政治人物 从权力高位打入大牢 因此专家认为 罪名成立不全然是坏事 还能被视为参政的筹码 是光荣的勋章 我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我是为了反抗 纳吉就是正在用这样子的论述 来解释他的案子 你看他在Facebook之上的所有贴文 都是朝这个方向去进行的 虽然很荒谬的 现在纳吉的巫统本身就已经在政府里面了 所以你说你被迫害 其实整个的可能性是大大减低的 武统透过国盟重新执政 外界都在关注武统领袖 面对的一连串贪污官司 如今纳吉判罪 对慕尤丁来说 绝对是形象加分题 因为无论最终上述结果如何 他都能以司法独立为论调 四两拨千金 推开所有不利指责 所以如果纳吉在之后是无罪释放的 慕尤丁也可以说司法是独立的 你看在我论内 我们已经宣判了纳吉有罪 司法独立宣判有罪 然后他挑起疑点就宣判他无罪 所以我也恭喜他 所以对于慕尤丁而言 这是一个可敬可对 可攻可守的情况 对他非常的有利 红伟祥坦言 纳吉在慕尤丁任期内被定罪 巫统党内难免会传来不满的声浪 但这并不足以撼动国盟政权 更别说会触发国盟瓦解 举行闪电大选 因为现阶段举行全国大选 无疑是亲手断送纳吉的议员生涯 而且我认为不只是维持现在的情况 反而是在纳吉宣判有罪了之后 整个国盟反而是呈现更稳固的态势 更稳固的态势 无论如何 纳吉依然握有两次上诉机会 既没有丧失议员资格 也无需即刻展开铁窗生涯 在红伟祥看来 纳吉也只是形象受损 而慕尤丁则是换取了巨大利益 稳定了政权 也巩固了相位 八度空间陈欣怡 万达镇报导 高庭昨天宣判纳吉罪名成立之后 批准暂缓监禁刑罚和罚款 但是增加一百万令吉的保持金 以及两名担保人 纳吉最迟今天就必须到法庭缴付保持金 那更多的详情马上电话 连线驻守在法庭的记者陈洪耀 洪耀可以告诉我们现场掌握的情况 是如何的 请说 是的 主播 记者现在人在吉隆坡的高庭 陈柔主播刚刚所言 就是纳吉昨天七项罪名成立之后 有申请暂缓刑罚 法官也要求他们也一百万令吉 跟两名担保人来去完成保持程序 也预令他今天就必须要完成这项程序 但截至现在为止 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都还没有来到 吉隆坡高庭完成这项手续的 而记者在现场也发现 相比起昨天有很多的支持者 很大的一个盛况人山人海 今天的纳吉支持者相对来说是少很多的 大概只有十来人左右 像我们现在也在跟其他的媒体朋友 一起在留守在吉隆坡高庭这一边 随时会给大家这个更新最新的消息 好的 把时间交易给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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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лей军事演习一导弹 击回了一艘仿造美军航空母舰的模型 挑衅美国的议会浓厚 稍后有详细报道 欢迎回来 美国和伊朗近日关系紧张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军事演习 以导弹机会一艘仿舰美军航空母舰的模型 向全球展示了炸毁航母的能力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军演的画面 伊朗革命卫队出动多艘武装快艇将航母团团的包围 并展示直升机绳索降落士兵登上航母甲板 最后直升机发射导弹摧毁了这艘模型 美国当局昨天才曝光卫星图片 这个航母模型仿舰美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甲板上还放置了16架战机的模型 巧合的是真正的美军航母上周五才驶入中东水域范围戒备 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和国防部长雷诺兹 星期二到访美国出席第30届美澳部长级磋商会议 内容涉及了新冠肺炎疫情 港台南中国海 5G网络朝鲜无核化等多项课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赞扬澳洲勇于对抗来自中共的压力 我们ków eighth形勢西 united states commends the Morrison government for standing up for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rule of law despite intense continued coercive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bow to Beijing's wishes it is unacceptable for Beijing to use exports or student fees as a cudgel against Australia we stand with our Australian friends 美澳两国也发表了声明 其声踏法中国 包括指责中国侵占印太地区和南海主权 破坏了香港民主自由 没有及时的抑制新冠肺炎疫情等等 配衡重生会追究破坏法治的国家 两国扬言会合力维护香港的民主自由 越南县港星期六爆发了100天以来的 首宗新冠肺炎病例 当局第一时间就采取了封锁措施 撤离将近8万名的游客 原本人山人海的县港因为再度的封锁 让大受欢迎的观光区空无一人 防疫取得成效的越南星期六爆发 近100天来的首宗本土人传人疫情 越南政府宣布重启4月行动限制令 禁止公共巴士、低市和火车 15天的运作 县港重现封锁令的空荡接警 县港商店也受促关门停业 疫情当前 业者只好无奈地回到手停口停的日子 由于香港是越南著名的旅游景点 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四天内撤离 大约8万名的本地游客 民航局也跟着指示 以每天100趟飞往国内11座城市的航班 让乘客在疫情完全爆发之前离开 县港 县港一名没有出国旅游时的男子 星期六确诊新冠肺炎 当地隔天再传出两宗的本土感染病例 总理阮春福下令大规模的筛检 目前越南禁止外国人入境旅游 欢迎回来 养蜂是靠天吃饭的行业 蜂蜜收成受气候的影响非常大 例如雨季将影响收成 霹雳州十兆远一家养蜂厂的主人 为了能够吃到天然纯正的蜂蜜 不怕劳作 多年前经营了养蜂厂 成为了养蜂达人 于清泰在霹雳十兆远经营了养蜂厂 长达七年 在还没入行前 本身也是喜好以蜂蜜进步 但是由于市场内太多来路不明的蜂蜜 混淆消费者 因此才决定自己养蜂 它从最初的十个养蜂香 到目前增加到了四百个养蜂香 于清泰觉得最困难的月份 是九月到十二月 那不仅是抽取蜂蜂浆的时候 也因为那段时间是雨季 要好的种 我们每一年 要给它经过这个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二月 这个蜂蜂会过这个季节 它就是好风 假如它过了这个南光 它在一个月里面短短的 就很快 build out那个colony 它会找到很多的食物回来 这个就是好风 要经过这个四个月 九月 十一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的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风好不好 那个好风 我们就开始用它的种 在十二个小时的拉巴 我们就抽它出来做蜂蜂粮 于清泰说 平均一只蜜蜂的生命只有四十天 如果碰上雨季 蜜蜂没有出去采蜜 就可以活六十多天 天气的变换 影响蜂蜜的产量 以及蜜蜂的生态 你没有好的蜂 它那里会做蜜给你 有些蜜蜂 它们身体都不好 好像我们人 它身体不好 它怎样做家产 它做三餐吃都有问题了 明白吗 蜜蜂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 它的genetic要很好了 于清泰解释 蜂蜂浆是属于蜂蜂 才使用的蜜类 蜂蜂的生命值是高于普通蜜蜂 四十多倍左右的 这样意味着蜂蜂将萃取方面 除了要观察基因优良的蜂种 匹配而产生之外 也需要许多年轻的蜜蜂带来的花蜜 开头那边因为你要纯正的蜜蜂来讲 你讲在家里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taste out那个purity of honey 没有可能的 所以能够相信的这个蜜 就是一就是你自己养 你就知道说蜜蜂做到这样 蜂盖的蜜出来 你拿来喝是肯定好的 二就是我们采你来看 到瓶子 那个process一步一步到瓶子 你看到完你就买 三是lap test 除了这个你不用相信 相较于蜂盖蜜糖 也就是盖上了蜡盖的蜂蜜 许多人比较心向草蜜 因为草蜜的制作过程 都是可以亲眼见证 而蜂盖蜜糖 则是需要经过繁琐的萃取程序 疫情几乎阻断了全球的旅游业 瑞士一名卡通画家具 画地图的方式来介绍瑞士景点 借此推往当地旅游 那新闻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我是陈嘉荣 感谢您收看五件新闻 我们再会了